在这跳舞呢 每天在家里玩的特别特别开心 大家好 我是阿阳 我现在已经搬到这个房子里面了 租在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这两室 这是刚搬过来 现在这里还没有无线网 那个拉扯无线网的人就是打电话 让他给我们拉扯无线网 那个人说他现在太忙 今天不一定能拉这个无线网 等到时候他说不忙了 就过来给我们 有可能明天会给我安装上这个无线网 现在只有等 等这个安装无线网 没办法 刚搬过来 这里 就这两个卧室 没有客厅 啥也没有 两万五租的 现在那边就是 硬哥我们在那里合资的宾馆 现在生意就是比较好啊 然后我就跟硬哥说 我说要不然我搬出去 硬哥说你搬出去干嘛 我说现在这么多人 现在我们在那边就是一个晚上那边 这颗人民币的话要一百多 我在这边租房子一个月两万五 现在生意慢慢的好起来了 我另外一个朋友还没有回来 如果在那里住一个月和在这里住一个月 然后这样搬到这边来 会节省下来很多 其实说实话硬哥跟我说 到时候让我问一下房东 就是这块菜地 跟房东说一下 就是能不能留出来一点 给硬哥就是种菜 我现在还没有见到房东 等见到房东和房东好好说一下 让我看看能不能就是 拿出来一块菜地给我们租下来 然后种点菜 自己吃嘛 这里距离硬哥那边 在那边走路的话 二十多分钟 坐车几分钟就到了 这是我嫂子给我女儿拍的视频 还有我侄女 她们两个在跳舞呢 我女儿每天在家玩得很开心 这个 这是我爸拍的 在这跳舞呢 每天在家里 玩得特别特别开心 我妈上一次跟我说 就是我姐姐去我们家 说我女儿在那里活蹦乱跳的 在跳舞 喜欢听音乐 喜欢跳舞 这个是她自己录的 自己录的录的不清楚 做的特效 嘴上都长胡子了 跳舞 喜欢跳舞 到时候 等我回去了 她放假了 给她报个舞蹈培训班 让她去跳舞 现在外面天气有点热 来这边吃点东西 吃点饭 哎呀 现在过碗瓢盆都没有买 只有到外面来吃 两个饼 还有一份这个牛肉末 放点土豆 吃完饭 回来 吃饭总共花了200卢币 折合人民币 5块钱 这小伙子在这里 看橘子呢 这个是那个丑菊 吃着特别的酸 酸呢 吃不下去 拿着棍子在这里 够这个丑菊呢 这边有个小房子 这个住的人是他们故意找的 他们两个在这里种地 把这个菜什么东西 然后种了给我们吃 给房东吃 他父亲当这个安保人员 他们两个负责在这种地 房东不在这边 房东很少回来 他在其他地方有房子 他只有偶尔过来住一次 并且这边 他们这边打的水井 夏天的时候 天热的时候 他们这边容易断水嘛 容易断水 房东自己打的水井 跟我们说呢 这水井他说 他们打了60多米 他说那30多米40米的 然后就是 夏天的时候容易断水 其实我租这个房子 就是看上这个大院子了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里面 房东配备了那个保安 还有那个 他们这是种菜的 这是最重要的 比较安全 然后我还问了我们房东 刚开始 就是说这个 房子安不安全 他说有摄像头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保安 还有就是这中菜的 这两个人 就是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房子 他们也可以负责我们的 就是安全 他说这 这两个保安 还有这个 他们是父子 几个人 在这里 保护我们的安全 还有这个 就是院子里面晒衣服啊 再往后天冷了 就是晒太阳干什么 都比较方便 最重要的 还是在伊斯兰玛这里 还是这个价格 比较好一点 因为像这两万多的这个房子 能够找这么大的院子 确实是没有 可以说是仅此一份 我遇到的是仅此一份 然后也有可能 其他地方还会有 但是这房子看起来 也是不错的 反正 租这个房子 还有一个就是 可以吃到新鲜的菜啊 好了 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我是阿阳 我们下期视频就到这里